愣大眼睛看着陆峰 恨不得将他抢回去 这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个人比一个实验团队还要迅速 这他妈就是天才啊 那就展示一下嘛 也算是解开这个结 做生意嘛 何妻生财 需要些什么东西 一些果汁 添加剂什么的 我叫产品经理去拿 我觉得啊 你们双方的这种行为非常不妥 对于之前娃兮兮要求的赔偿问题 我们不予支持 同时呢 在专利方面 加美食品确实不侵权 今天既然是一场调解 希望俩方能够握手言和 两方都撤诉 怎么样 我代表加美食品全体股东表示 我们没有问题 你们呢 我们还是觉得 先看看陆总一会儿的表演 你还是觉得 他抄袭你们的产品 对嘛 这是双方产品配料表 配料比例 产品细节结构分析 还有包装 市场营销等一系列 做出的综合结果 结果评判不符合侵权 两个小时的谈判 双方的和解书也看了好几遍 同时也签了谅解书 这件事正式翻篇 娃兮兮的产品经理回来 同时把半个实验室搬了过来 接下来要为大家展示的 是加美食品的核心机密 我们研发产品的整个过程 陆总现在可以堂皇之 把这种事搬到明面上了 我倒是想开开眼 我是没想到你 居然能拿到我新产品的数据和配料表 看来我回去后 要严查产品研发部门了 刚才法官都说了 不存在抄袭 既然已经签了和解书 就不要乱说话 高总真的是威风 我当初还真没看错你 还要多谢宗总栽培 好了不要吵了 那谁 加一些橙汁 加粘稠剂 加橙黄剂 加糖精 加点酸味 最后来点果粒 换一换 先不管味道 颜色 果粒漂浮的状态 跟我们的新产品完全一样 但是配料完全不一样 宗总一群人看得目瞪口呆 这未免有些太玄乎了 至于高伟质疑众人更是傻眼了 他们比谁都清楚 自己没有抄袭 更没有花钱买配方啥子 还得是我风哥呀 依然还是那么牛 那么让我崇拜 卧槽 他一个人能顶一个研发团队 我尝一口 算了 再调一下 不要糖精 味道不好 加甘蔗糖 酸味少一点 妈的 就是这个味 在场的人都尝了肠味道 他们喝完陆锋调试的 都沉默了 宗总是不是还觉得 我抄袭你们 那么我得给你露一手了 你们对奶饮品有没有兴趣 我给你调一款奶饮品 水 糖 奶粉 增酬剂 使用香精 麦芽分 氨酸蜜 还有各种维生素丢进去 这一次 宗总喝完后 瞬间双眼冒光 瞪大眼睛看着陆锋 恨不得将他抢回去 这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个人比一个实验团队还要迅速 这他妈就是天才啊 一直觉得我们作为最大的饮品厂 手下有最好的团队 能够做出最好的产品 可是在陆锋面前 却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看得出来 他们对这款产品动心了 其实这款产品 就是05年娃兮兮推出来的营养慢线 哎 之所以没有让加美食品生产 还是因为成本太高 卖得太贵 没人会买的 你还觉得我抄你们吗 只要我愿意 几天时间内 我可以做出非常多的产品 杀 狂 太狂了 不要说娃兮兮的人 就是杜琪峰看着陆锋 就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看来确实是场误会 如果你想弄手里的产品 我告诉你 成本太高 卖不出去的 既然已经和解 那么接下来能不能谈谈合作 可以谈 没什么不能谈的 我对北方市场也很有兴趣 已经快中午了 那咱边吃边聊 以后的关系 就是既合作又竞争了 陆总以后还是要多小心 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就把你吞并了 吞并我吗 宗总 你的主要对手可不是我 尤其是过了明年 我估计就不管了 您的对手是他们 至于我 还是不陪你玩了 陆锋这话说的客气 言下之意很明白 跟我交手 你不配 哎 若是平心而论 当成立三年的娃兮兮 跟成立不足一年的加美食品 开始死磕那一刻起 就已经输了 请问和解了吗 和解条款能说一下吗 是否有金钱赔偿 两方是否在市场上 继续一较高下 你不喜欢镜头 我这人 除了钱对啥都没兴趣 加美食品今年年底 不仅能把债务窟窿都补上 赢余个几百万不是问题 不缺钱 你为啥要融资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一融资后 容易失控吗 而且它现在不值钱 未来会非常值钱 值多少钱 现在撑死也就三四个亿 未来值三四十个亿 你懂吗 我告诉你吧 加美食品未来的价值 应该是两百亿左右 这是我对它的价值估算 你都觉得未来值两百个亿 你现在占股百分之六十五 一百二十多个亿 你少百分之一的股权 就是一个多亿啊 怎么感觉你比我心疼啊 这么跟你说 我真看不上那百八十亿的 你这牛吹的 有点过了 是吗 我不想在媒体楼面 明能够给你带来很多东西 也会给你带来烦恼 稍微有点事 就盯着你 至于钱 加美食品是去年八月份创立的 还不到一年呢 不足一年 很多人的成功就是因为幸运 这样的奇迹是不可复制的 那是别人 在我这可以随便复制 对于普通人而言 这样的成功是奇迹 对于我来说 就是基本操作 不要太惊讶 你就等着看好吧 不聊这些了 事情算是完了 你准备干啥 我能干啥 等你复制奇迹 你可以拿家美恋恋手 准备明年的集团画 别跟在我身边了 为啥不能跟你身边 我怕我被你气死 听我一句劝 把吃好你加美食品的股权 不要太飘了 我最近也没事干 不想回厂子 就在这待一段时间吧 可以 多多这两天放假 江小燕带着她来这边旅游 你端个茶道个水啥的 挺合适 采访已经接近尾声 陆锋不喜欢抛头露面 几个记者不停追问陆锋的身份 都被杜琪峰和高伟制挡了回去 加美食品和娃兮兮和解的消息 飞速传播了出去 甚至俩家亲上加亲 要给行业树立标杆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错觉 宛如南科一梦 陆锋回到酒店大睡了两天 这种吃了睡 醒来看电视的生活 他觉得很惬意 可能是忙碌惯了 过两天这样的日子 格外幸福 谁啊 恭喜陆总成功把娃兮兮摆平了 我给你道喜了 不过还有一喜 算是给陆总凑个双喜临门了 有电子研究团队的消息了 你看你猴急的 这几天这么热 你都不关心人家有没有中暑 苏总多保重身体 出门记得打伞 哎呀 人家缺少心理的伞 想要一把硬硬的伞 能说正事不 你这人怎么这样 苏总 你就不要摸我 说商业上的事 其他的都不要说 是找到厂子 还是研究团队啊 没意思 研究团队快破产了 有不少电视机相关的专利 听说是做什么彩色 集成什么彩色显像馆 他们现在在哪啊 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怎么会破产呢 我哪知道 他们嘴里那些 什么二级馆 什么真空馆的 我又听不懂 陆峰把情况大致了解了一下 他知道彩色显像馆扫描成像 现在绝对是先进的技术 如果是真的 这个研究团队 绝对掌握了最先进的彩电技术